改革之后 各城各县发展经济 纷纷开展了夜市 其中 汛县的夜市生意 发展势头迅猛 很多人在夜市上 摆起了小摊 摊贩们呼来喝去 迎来送往 极为热闹 但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有个特殊的中年男人 做着小生意 他虽满头白发 但依然挺直着脊背 目光炯炯 在人群之中十分显眼 他起早贪黑盲生意 几乎未见过他的家人 一些老客在与之交谈中 慢慢熟悉了 这个名叫于建军的男人 在聊到过往时 却意外地发现 这样一位平平无奇的摊主 竟是上过越南战场的老兵 并且他还荣获过一等功 满载荣誉的战士 理应受万人敬仰 于建军为何却落魄至此 他在越南战场上的表现如何 退伍后 又发生了什么事 沦落到在夜市摆摊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 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对越战英雄于建军 感兴趣的老铁们 可以在弹幕打上 想知道 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1982年于建军退伍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训宪 由于他在战场上 有过出色的表现 因此于建军被分配到 国品加工厂工作 彼时国品加工厂 都还属于国企 能进入国企工作 相当于一生无忧 而且那时候工人地位很高 于建军又是退伍老兵 因此常理给予了他非常丰厚的福利待遇 而于建军也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 在工厂表现得极为出色 他的大名也随之传开 人们都争先恐后地 想瞻仰一下英雄的风采 这其中便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 名叫秋霞 他一早就在报纸上 阅读过于建军的事迹 对他早已心生仰慕 如今偶像近在咫尺 秋霞便主动出击 写了一封情书 脱工友送到了于建军手中 于建军对秋霞也心生好感 一向一本正经的他 见到秋霞就脸红心跳 一来二去 两个人便谈起了恋爱 随后进入了婚姻殿堂 于建军对秋霞非常尊重 因此刚刚踏入婚姻的时候 两个人如胶似漆 秋霞也极爱于建军英俊潇洒的样子 二人常常出双入对 是人人眼里羡慕的一对碧人 好事成双 没过几年 秋霞便怀上了孩子 这是他们二人的爱情结晶 秋霞和于建军对孩子的到来十分期待 可不曾想但欲的一儿一女 儿子却有先天疾病 为了给儿子治病 两个人全国奔走 花去了大半的积蓄 五漏偏逢连夜雨 此时全国面临国企改革 国企转私营 许多工人直接下岗 于建军也在下岗工人的名单中 曾经身为工人英雄的于建军 如今要面临失业问题 这无疑给夫妻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此后来家庭的开支 都由作为老师的秋霞一个人承担 时间久了 秋霞难免会有怨言 于建军不认妻子这么辛苦 于是也独自出去找工作 最终在水泥厂谋得搬水泥的苦工 这时候国内掀起了下海潮 工人地位骤然下降 而于建军还守在工人的职位上 让秋霞愈发不满 他劝说于建军去做生意 于建军却想留在家里照顾妻儿 他劝于建军换个工作 但于建军却认为劳动最光荣 以至每当于秋霞抱着孩子 看到于建军一身拉他沧桑的样子 就心生嫌弃 哪里还有他当初仰慕的样子 叫你换个工作你不听 我就不明白了 你身上有一等工的军工章 只要拿出来咱们家立刻能过上好日子 你现在死守着军工章想干吗 供着吗 秋霞的话非常刺耳 这让少言寡语的于建军异常气愤 他忍着怒气解释道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军工章出来换工作绝对不行 鉴于建军固执的样子 秋霞更加不满 最后他甚至出言威胁道 你要是不听我的 那我们就离婚 一向爱家爱妻的于建军 也大发雷霆 离就离 最终价值观不合的两个人 分道扬镳 秋霞将患有先天疾病的儿子 留给了生活拮据的于建军 临走时 秋霞还不满地埋怨道 我真的不理解你 明明有过好日子的机会 非要执拗到这一步 眼见妻子离自己逐渐远去 于建军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清楚甚至理解秋霞的选择 但于建军无法做到 用军工章换取工作的机会 望着满墙壁的勋章 于建军的眼眶渐渐湿润了 他将薰工章一一擦干净 这些年来 他将薰工章都市若珍宝般地珍藏起来 这是于建军绝对不能碰触的底线 那么荣获一等功的于建军 为何不愿展露他的勋章 又为何宁愿做苦工 也不愿去找领导 争取工作的机会呢 于建军刚刚踏上战场的时候 还不满16岁 脸上的稚气还未脱 是个活生生的新兵蛋子 他在班里随教随道 众人都很喜欢于建军 将他是做自己的亲弟弟 战场上炮火连天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 为了保留新生的力量 于建军都是跟在老兵的身后 在一次战役中 越军用凶猛的火力压制我军 机关枪猛烈的射击 子弹如雨点一样 打在了于建军的周围 于建军以为自己就要牺牲的时候 不曾想战友挺身而出 替他挡住了危险的子弹 于建军亲眼目睹着战友们 一个个地牺牲在自己眼前 悲愤化作仇恨的力量 他从尸堆里爬出来 誓死要为战友们报仇 随后于建军拿起手榴弹和枪 在敌军减小了机枪火力的时候 他匍匐向前 借着灵活的身形优势 单枪匹马闯入敌军阵阴 在敌军还未做出及时反应的时候 于建军咬开手榴弹的拉栓狠狠丢了过去 在炮火轰鸣中 他端起枪大吼着向敌军猛烈地扫射 于建军不怕牺牲的尽头 吓坏了敌人 他们抱头四窜 而于建军也趁机炸毁了敌军的火力点 在短兵相接的时候 他又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和身体素质 杀死了袭击自己的越军 为我军的大部队进攻争取了时间 于建军小小年纪便能以寡敌众 同时撕开了敌军的一个口子 击破了越军的防御 让我军找到了攻击点 使得这场战役获得了胜利 这让战士们都钦佩不已 因此于建军的事迹立即在军中传开 许是有得知此事后 亲自为于建军授予一等功 随后于建军便满载着荣誉四处演讲 从而鼓舞众人的士气 但只有于建军心里知道 这份荣誉不是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牺牲的全班战友们 因此于建军将薰公章 示弱珍宝一样珍藏在盒子里 决定要承载着全班的意志 完成自己的军旅生涯 可事与愿违 于建军本想提干 但这时候提干的标准有了要求 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于建军初中毕业后 得知国有难 他便放弃学业奔赴战场 虽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可文化水平满足不了提干的要求 因此第一次提干便与他世之交臂 于建军虽然感到遗憾 但并不气馁 他认为时间还长 以后总会有机会 因此于建军不断学习 提升自己 不仅成为了班长 甚至还获得了去军校深造的机会 此时的于建军 身体力行地 继承了老班长的精神和意志 将他们的荣耀得以发扬光大 但于建军还没有高兴多久 他便接到通知 自己所在的部队要被取消了 这个消息让于建军如躲冰枯 他曾经引以为傲的部队被取消了 那他该何去何从 他的那些战友们又该何去何从 他们那些精神和意志又该何去何从 于建军立即找到领导询问此事 可领导对此也感到无可奈何 建军啊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员 是部队的一员 党指挥枪 我们只能跟着党走 所以你也要体谅一下 领导的解释让于建军感到了深重的打击 他回去后 抚摸着藏在盒子里的薰公章 满面泪痕 此时的于建军深觉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他没有办法交接同志们的精神 继续军人的生涯 但于建军也清楚 这是组织依照大局所做的决定 因此他要紧记战友们的精神和意志 紧记自己的身份 即便退伍归家 也绝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此后于建军无论去哪里 是跌至谷底还是走上高峰 他的一等功勋章从未离身 因为这份勋章不仅属于于建军 更是属于全班战士们 这也是他后来无论如何潦倒 也不肯将勋章世人换取工作的机会 在他眼里 这是侮辱了勋章背后高贵的意义 如此执拗的于建军 以后又会面临怎样的生活 他现下又是怎样的处境呢 于秋霞离婚后 陷入困窘生活的于建军 也曾一度质疑过 自己的坚持是否有意义 但每每看到勋弓章 于建军动摇的内心 会再一次坚定下来 想到战场上的硝烟岁月 想到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友们 于建军绝不允许自己用勋弓章 换取物质生活的机会 因此倔强的于建军 哪怕面临工厂倒闭 面临体力不支的窘迫情形 他都义无反顾地继续劳动 坚持自力更生 可是眼见儿子的病情愈发严重 又一次失业的于建军咬咬牙 决定下海去做生意 他尝试过各种生意 但都无奈以失败告终 不仅没有赚到钱 反而欠了一屁股债 这让于建军愈发苦闷 最终他痛定思痛 从小生意做起 白天于建军去训献 摆起早饭卖早点包子 晚上便去夜市卖水果零食 期间还要去照顾生病的儿子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但碍于生活所迫 于建军不惧风吹雨打 日晒雨淋 终于在训献的摊贩生意上 立稳了脚跟 同时也让周遭很多人 了解到他的过去 有些人也劝说过于建军 要他拿着薰工章去政府 政府肯定会给他安排工作 但于建军却摇摇头说道 现在全国都下岗 大家都困难 国家也困难 我作为一名军人 自然要以身作则 这时候还要去麻烦组织 那也太没有觉悟了 这样的坚持 让人们哭笑不得 而于建军也清楚 他的所作所为 在众人眼里 可能是犯傻的行为 可于建军有他的坚持 有他的底线 人们也慢慢地 被于建军的精神而感动 同时也吸引来了一位 名叫杜全芬的姑娘 杜全芬从小就是看 钢铁是怎样炼成长大的 他对保尔十分钦佩 也爱慕着像保尔一样 坚持着自己理想的英雄 当杜全芬得知 于建军的经历后 他惊喜极了 于建军不就是 现实中的保尔吗 于是杜全芬 时常来到于建军的摊子前 与他聊天 两个人的交流 慢慢多了起来 越靠近于建军 杜全芬越觉得 他就是保尔的具象化 最后杜全芬主动告白 却让于建军忧心起来 我没有什么本事 也没有什么钱 没法给你幸福 与前妻的矛盾还历历在目 杜全芬同样拥有 待遇不错的工作 和傲人的学历 于建军深知 不能耽误这样的姑娘 可杜全芬却坦然相告 不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理解你的坚持 国家的荣耀 集体的荣耀 是至高无上的 这是精神上的财富 绝非物质所能比拟 更不能为了一己之私 作为交换 杜全芬说的话 铿锵有力 让于建军大为感动 他这才明白 自己与杜全芬 才是真正的价值观相合的伴侣 随后于建军与杜全芬 走入婚姻殿堂 而杜全芬也不愿让丈夫埋没 他希望让世人都了解 于建军的事迹 于是杜全芬主动联系报社 将丈夫隐忍多年 宁愿摆摊 也不愿给组织添麻烦的事迹 告诉了报社 此事迹已经报道 立即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 随后于建军的事迹 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而于建军也凭借着 过去工作丰富的经历和政府的帮助下 终于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夫妻二人齐力断金 在两个人互相配合下 公司逐渐扩大 如今的于建军生活优渥 他的事迹也被广为流传 于建军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不能让保家卫国的英雄寒了心 因此我们要紧急历史 同样也要优待我们的军人 在军人提供的保障下 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自己的社会与国家 看完于建军的故事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